16000多份就法定人数就过了 那么多准备一点嘛 准备个11万份也可以啊 要公投 第一个就是要提案人联署嘛 那提案人联署我们已经足了 送进去当然就是进入公投的法定程序了 听众还会有大法官 应该会有吧 黄控卉说的保守 毕竟第一阶段通过后 还得看公投审议委员会 点不点头 才难进入第二阶段联署 我们认为是没有理由 再封杀台人这次所提的 公投这样重大的这个政策 应该是直接民权啊 是高于其他人 如果真的封杀了 那我们会会有所应应的 黄控卉老神在在 不说就是不说 怕的就是应应对策一曝光 功亏一快